Hello 各位好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怎樣捉這個花魂怪的鬼盆栽 現在就來到這個家園市 就是這個208號道路的右手邊 然後我們就出去左手面這個隧道 有一個NPC他就可以獲得一個石頭 這個石頭就是鬼盆栽的一個道具 只要你拿到這個道具之後就可以去到一個地方去到觸發鬼盆栽 當你獲得這個石頭之後就去到這個徐二鎮 徐二鎮下面的209號道路有一個地方可以觸發鬼盆栽的對戰 這裡 這個 在這裡你就可以放一個石頭進去 放一個石頭進去就可以觸發鬼盆栽 然後就可以抓到鬼盆栽 因為最近都要解很多的全國圖鑑 因為這個白銀山的一個進入條件 所以就拍一些教學跟大家說一下 相信這隻鬼盆栽 都應該是大家會想捉的其中一隻寵 所以就拍條片教大家怎樣拿這隻鬼盆栽 大家如果覺得這個功能有用的話 可以就給個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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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